一早九點鐘 住住解訓風席捲國民黨中評會 我必須在這邊 很誠實的跟各位報告 不是我預想當中 我會承接這份重擔 感動資深黨員的勇氣 只延續短短20分鐘 沒有握到手的同事很抱歉 洪秋柱急著說再見 要快點回去立法院 請常安排參加黨內部分區立委 詹滿榮宣誓就職 大批媒體感想守候 一個半小時後卻鋪了 本該王洪同台卻只剩院長 一副當官洪秀柱 他自稱時間提早被人擋在門外 問說是不是大家都到場了 他們都說該到的就到了 原定11點開始 就職儀式卻提前7分鐘 因錯陽差又沒被告知 似乎讓洪秀柱有苦難言 愛他還沒有感傷這樣子 看他怎麼想 他可以來 那個時候都還在場 大家還可以照照相 自己的家怎麼有什麼不好意思的 王建平親毛淡血 太敵拳10個巧勁 軟釘子送得不著痕跡 提早剛好而已 沒出席的洪秀柱 反倒顯得失禮 放鴿子的尷尬場景 似乎延續了拳單會前 就一直被炒作的黃紅心結 加油 好不容易媳婦熬成婆 闖過重重難關 獲得提名 但當馬總統和朱主席 牽起洪秀柱的手 坐在邊邊角的王金平 低調的很不協調 休息室那邊也有跟他牽過面 怎麼沒有 室裡面沒有照到而已 當中央安排座位 像是刻意隔開距離 場面上的零互動 反而很有戲 難道是卡住作戰2.0 見面的時候總會有話講的 當然恭喜他聊一聊 恭喜不難出口 是不是毫無懸念 才真是耐人尋味 通過提名第一天就被放鴿子 洪秀柱的震撼教育 才剛剛想起尚克林